所以剛剛的話 範例1的話就抓什麼 抓這個P 這個範例2的話 其實就再增加ID跟Class 範例3的話其實就增加超連結 也就是你可以看到這個範例3 範例3的話你會發現在這邊 範例3下面的這個範例 所以如果你要複製的話 請你複製範例3 在第四頁的下方這一段 HTML到SP這個範圍 Ctrl C 然後把它貼到我們的一個新的module 所以開一個新的module 然後把它貼上 OK 那這一段的原始碼 HTML原始碼 其實裡面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部分 那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的話基本上 有幾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邊有多一個A有沒有 你說A是什麼呢 其實重點就是後面這個屬性 叫HREF HREF實際上就是超連結的意思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抓這裡面的超連結 第一個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抓 OK 然後第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這裡面有什麼特色 這邊有一個叫IMG的標籤 IMG的話 顧名思義是image的縮寫 這個標籤顧名思義 就是後面的話 實際上就是將來會在網頁上面顯示一張圖 那它的屬性會有一個屬性叫SRC SRC 其實SRC我在猜應該就是source的縮寫 source的話就是那個圖檔將來的檔名的位置在哪裡 OK 所以如果它是相對位置的話 比如說就放在這個HTN檔案的隔壁旁邊的話 那就是給一個檔案的名稱 比如說3.jpg 那這樣這張圖就會被顯示出來 那將來如果你要把它爬從爬下來 比如說爬超連結的話 那你應該怎麼爬 比如說我們這邊有幾道題 底下有幾個問題要問大家 總共有五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其實就複習剛剛 如果我要取得什麼 取得title標籤裡面的這個名稱 比如說我希望能夠把網頁標題 這四個字print出來的話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當然這很簡單 這個等於複習剛剛 所以如果你要 那一樣 直接Enter一下 那一樣利用SP 所以SP 裡面可能會只有一個 所以一個的話用Find就可以了 Find什麼呢 Find刮符 然後我要用title 所以這邊的話加上title 所以這邊都要加上title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一樣我就把它print出來 print著 刮符一下 OK 那不過啦 因為如果假設沒有加點text 剛剛一樣 它會把標籤一樣顯示出來 所以如果不要標籤的話 那就加什麼 加點text就可以了 OK 好 這樣子出來的話 就是網頁標題 所以第一題答對了 OK 那第二題的話呢 幫我取得這個 這個在哪裡 one Example.com 就是這個 就這一個 那你可以觀察一下 它的標籤是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 就是a的裡面 不過有個問題耶 如果你點text的話 會抓到first 如果你要抓first 比較簡單 可是如果你要抓 hr ef 裡面的這個東西 那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我應該find的話 那因為呢 這個東西 它是在第幾個 它應該是第一個a 所以a有很多個 a幾個 e有三個 OK 所以它第一個 所以一樣 我們用find find什麼 find a 那當然如果改成find a.tc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它得到是first 可是你說老師 我不是要first 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的是這個超連結的話 特別注意 你後面的這個屬性 就變成你要改動一下 也就是你的敘述方法 你就要跟它講說 我不是文字 那不是文字的話 如果假設你要的是 這個裡面的屬性 這個要屬性 也就是這個屬性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你的敘述方法 就要把.test改成get get後面的話 就是給它什麼呢 給它它的超連結的名稱 那個屬性的名稱跟著一下 也就是說呢 我要抓的是 這一個hr ef裡面的資料 OK 所以如果你這樣敘述的話 它就知道說 你要的應該是這個雙引號裡面的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把它print出來的話 應該得到的就會是這一個 試試看 我印象中這樣應該沒錯 執行一下 OK 有沒有發現 出現的話 就會是這一個 OK 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把三個超連結都取出來的話 怎麼做 三個超連結 不是什麼 1 2 3 有沒有 那怎麼做 當然很簡單嘛 就把這邊改成什麼 fine all 對不對 那fine all的話 如果你不跑回圈 你就可以中瓜阿虎 0 中瓜阿虎 1 中瓜阿虎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剩下 底線all 有沒有 底線all的話 就是你要找的不是只有一個 要三個 那三個的話不就是fine all 但是三個的話變成你會有三個 所以記得喔 這邊一定要加中瓜阿虎 那如果你要抓的第一個的話就0 有沒有 所以這樣子0的話就get 0 0的話指的是這一個 執行一下應該 這個OK 如果你要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如果不跑回圈 不跑回圈的話呢 那就是直接貼一個 那邊改1嘛 執行一下 那就是1跟2 對 那三個的話呢 這邊再貼一下 123 有沒有 012 這樣執行一下 有了 OK 不過 這樣寫法不太OK 以後的話 訓練一下 串列 破回圈 有沒有 所以我一直強調喔 如果你假設還是不OK 我真的訓練一下 這個OK的話 以後應該寫python 就會比較輕鬆愜意了 不然的話 你現在只有三個還OK 如果三十個三百個 你要不要一直貼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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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不完 OK 好 所以這個部分留給各位自己練習 剛剛有講過 所以剛剛的話是這個 那再來的話呢 要取得所有 類別 類別是read的超連連 這個 這邊一個 這邊一個 所以它read Kx是read有兩個有沒有 也就是意思說 可能是這兩個 我要把它取出來的話 那怎麼取出來 我講過喔 就是說如果假如呢 你要的是第二個 所以back回來 這個把它delese掉 OK 然後如果要找的 就第二個特徵 你可以在這邊逗點 第二個特徵的話 就是它類別 類別的是read OK 所以喔 請你幫我找一下 它的那個裡面有兩個 然後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幾個 我如果不知道幾個 就跑回一圈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理論上就是兩個 我們看這個 這個裡面只有這個跟這個 所以理論上會兩個 那我就把這兩個的第一個執行 那應該是1 如果是第二個的話呢 那就1嘛 那執行的話就true 那當然你這邊不能給2 如果你給2的話呢 理論應該會超過它的範圍 所以執行的話會變怎麼樣 它應該會錯誤啦 index L 為什麼 所引時沒有這一個 所以你給頂多只有0跟1 沒有2 所以它會出現index 而且跟你講說 這個什麼 list index out of range 有沒有 就是超過那個範圍了 沒有這個啦 OK 所以理論上 我們就是給0跟1就OK了 所以這邊多一個 這一個 rad就OK了 好 那這一題就完成了 那取得flut 剛剛有做過啦 flut就非常簡單 就點test就OK了 然後 取得兩個的話呢 這個比較少用到這個啦 比如說我要的是這個標籤跟這個標籤 然後等於是要取title 而且也要取h1的話 那這個的話呢 我比較少用 不過如果你假設要取得兩個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用find all 把這個 兩個用中瓜糊把它放在裡面 所以我假設我要取得又是title 那又是h1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個find all裡面 加上一個中瓜糊 然後呢把第一個標籤放進來 逗點放第二個標籤 這樣的話呢 他就幫你找到這兩個標籤 然後把它執行看看 這邊 後面少一個後瓜糊 OK 那這樣的話執行一下 他就會找到 又是那個title 然後另外一個啦 或者是h1 所以找到這樣的結果 當然一樣 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分別取出他們的文字的話 那這個結果記得 一樣要在這邊加個中瓜糊 因為它兩個嘛 所以如果你要抓的是 網頁標題這個字就加0 0.test就可以了 txt 就是把 這一個是0 0的 裡面的文字 抓出來 所以得到應該是網頁 語法錯誤 這邊少一個點 點test 沒有加 OK 那就網頁標題 如果是加上是1的話 那就是h1裡面的資料 h1裡面的資料 那就是文件標題 沒錯 OK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 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就是 取得什麼呢 取得3.jpg 這個裡面的 這個算是他的檔名跟負檔 也就是如果將來 你們要爬那個什麼 爬的不是文字 爬的是圖的話 那至少你要知道 那個圖的檔名 跟副檔名 OK 所以檔名跟副檔名 怎麼取呢 其實關鍵第一個 它的標籤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它的屬性 剛剛有類似的 類似像h ref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它不是文字 文字就點txt 如果它是它的裡面的 某一個屬性的資料 要取得的話 那你就用什麼 點get 刮鬍裡面呢 就給它的屬性名稱 它就會把屬性等於 這個訊息 有沒有 2回來給你 OK 怎麼做 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IMG嘛 所以這邊的話 理論上就是 用phine就可以了 因為好像只有一個 phine 刮鬍 我要找IMG 這個標籤 那這個IMG的標籤的話呢 找到之後的話呢 那請你幫我找到它裡面的 某個屬性 那個屬性的名稱就是SRC OK 好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OK了 有沒有 就是先找到它的標籤 再去找到它的這個屬性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 這個 我看上面有啦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 這個 phine IMG的話 就這個 所以它會先抓到這個 然後這個SRC 如果你要抓到它後面的這些文字的話 那就是getSRC的這個名稱 它就會自動幫你得到這個文字 所以print應該就得到3點 對呀OK了 來試一下 執行看一下 有沒有 3點JPG就出現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個範例第三個 那總共有六個題目 那請各位自己再玩玩看 所以等一下第一個 請你把範例三下面這段原始碼 Ctrl C 那貼過來之後的話呢 其他就是自己再加上 這個 這個 sp 大概兩個方法 不過還是點fine 如果抓第一個或一個的話 就fine 多個的話就是fine all OK 然後如果是文字就點test get 如果是裡面的屬性的話 特別注意喔 就點get 瓜糊裡面的屬性名稱 它就把屬性後面的資料幫你吐回來 OK 試一下